今年度台東美學館 藝術學習的觸角 延伸到了每個偏鄉學校 我們希望說 透過這樣子的機制 讓東大這個音樂系的資源 能夠到鄉下來推廣 讓小朋友可以接觸到 這個美的文化藝術 一起來打造 很有藝術氛圍的 這個幸福小鎮 而台東大學音樂系 也相當的支持 學校音樂系現在 最重要的是希望 它除了有這樣的才能以外 它必須學以致用 它必須將音樂帶到社區 帶到需要的地方 因為日常生活 音樂是無所不在的 孩子們如果能夠結合這樣子的 我覺得這個音樂它的學期 才有達到它的多元的功用 東大學生更是每個星期 前往海端國小 擔任志工 指導所有小朋友 那還蠻多同學就是 還蠻想參與這一部分 但是就是礙於 有可能上課時間 關係或者是就是交通方面的問題 所以就沒辦法 不管 遇上海端國小 樂器設備嚴重不足 這些音樂系 學生也有方法克服 像西部學校 他們小學吹的都是 從直筆開始 所以我們就是 會是破關他們的觀念說 不是逃底才是他們 就是唯一的樂器這樣子 其實就是像是要關注他們說 生活中學很多樂器啊 還有一些很多樂器 都可以拿來當作樂器 像寶特瓶啊 鍋腕瓢盆 然後加一些節奏 那就會蹦出不同的 什麼音樂的形式風格這樣子 就算是用回收品 敲敲打打 也能夠讓小朋友們 在盡情玩耍之餘 加強了節奏感 而少之又少的樂器 還是能夠讓大家學習 少部分的樂理 不過這群義工老師 還是為小朋友們擔心 其實沒辦法長留在這裡 第二個就是有可能 經費上樂器才買的問題 對那所以 其實這兩個缺點就可以 就是有可能毀滅掉 他們國小的這一部分的同學 就算是設備不足 經費短缺 海端國小開心樂團 仍然會繼續快樂的學習 東台新聞 李宜清海端鄉採訪報導 海端國小開心樂團 海端國小開心樂團 呀呀呀呀呀呀